它这次的碳板面积是直接延伸到了脚趾的部位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这双AlphaFly三代 这次鞋盒是完全换了一个全新的鞋盒 整体的质感要比上一代好了很多 非常的坚硬 打开鞋盒之后会有比尔鲍娃曼的一段话 他也是Nike的创始人之一 算是他们的这个企业文化 然后衬纸上会有各种的时间 这个时间也代表着不同的跑者 属于他自己的不同的记录 和前两代一样这个车身包 但是他这次这个材料会做的比较薄一些 这双鞋相较于他的上一代确实更具辨识度了一些 也显得更加的激进 首先鞋面依旧是Atom Knit 然后如果我们拉进去看他的这个织法还是非常复杂的 鞋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会有一块热绒的压胶去固定他的鞋头 鞋带孔这里不同于上一代 上一代是这边加了一块材料 然后把鞋带穿插其中去作为鞋带孔 而这一次是直接把这个脚背处的这个织物 做出这种鞋带孔穿插其中 脚背处的弹性也会更好一些 这样也是满足一些高脚背的跑者 后跟这里的加厚 包括纹路是没怎么变的 整体泡棉不用多说了 就是全掌的ZOOM X 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ZOOM X 相较于前两代来说密度应该是调过了 弹性会更加的澎湃一些 然后和前两代一样 他也会有一块全掌的产型碳纤维板 但是他这次的碳板面积是直接延伸到了脚趾的部位 所以说我们从这里去捏 也会感觉到非常坚硬 然后外底大家可以看到 整整的一片碳纤维板 然后这次把ZOOM X 给保护得很好 外底的橡胶前掌会有一片 然后后跟会用两块白色的橡胶 接下来给你们带来这双Alpha三代的上脚 因为这双鞋买的不是我本人的尺码 所以说我找了一个脚踢 首先鞋面的感受和上一代差不多 就是脚背部位 虽说是这种弹性的织物 但是他整体的这一圈压胶压的还挺低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正的那种高脚背的话 穿进去可能会有些困难 当你脚穿进去之后整体的贴合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掌在你弯折的时候也丝毫不会有卡脚的现象 整体中底 首先上脚第一感受就是比上一代来的更加的稳定 因为它的出低面积会更大一些 其次就是它整体的ZOOM X泡棉 会来的更加的韧弹一些 碳板面积增大之后 你会感觉你走的每一步整体性会更强 总结来说它就是比一代来的更弹 比二代来的更稳 算是综合了前两代的优点 目前只有女马在发售 男马还需要再等一等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 还是可以去冲下第一波的 但是如果想追求性价比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不关于这双鞋的问题或者其他学类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私信网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